蕭牧師 有沒有可能神是做一種物種 然後那種物種就慢慢進化 進化論和神的創造論 沒有矛盾不會互相排斥 問得好 其實我以前都有同樣的想法 一方面因為以前讀的書 全部都是進化論 另一方面 去到信仰它有創造論 但進化論有些東西我真的解答不到 因為沒有是不可以變成有的 所以你說進化論 你縱使單細胞 縱使是物質DNA 你都要有的開始 那甚麼令它有呢 以前我也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融和 行不行呢 但後來當問得多的時候 我又發覺到有兩樣東西 是令到我逐步逐步 是相信 是全部 各從其類 是創造出來的 第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聖經 每一樣當神做了那些東西之後 魚也好 飛鳥也好 動物也好 甚至人也好 他都加多一句 甚至植物也好 是各從其類 是出現了很多次在創世紀第一章 各從其類 換句話來說 是同一類 有可能有不同的變化 但是一類就沒有變成第二類 是各從其類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從現實我也看得到 如果進化是對的 我相信到現在 我們應該都可以看到進化的 換句話來說 好像猴子可以變人 我應該到現在 都可以看到猴子變人 或者低等的動物 變成高等的動物 不過後來我就發覺到 我逐步逐步對這個進化論開始淡 就是因為看到的事實 是同一個岩層 各類不同的動植物 都可以發揮出來 換句話來說 根本上是同時存在的 那些東西 我們就很難用一個進化來說 所有的物種是進化而來 現在我相信 所有的物種是神各從其類 來創造出來的